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2月22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話說有個怪異的情況 近日有陸志居準備入伙 不過在入伙前夕竟然多達120宗的鐵錠 寧願鐵錠也不要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講講 認真是前所未見 另外也講講有關據報港府要求內地擴大自由行 有最新的消息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國大最新的熱話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六志居啟鑽丸狂錄得120宗撻訂 專訪撻訂的業主 就說寧願輸15萬元 轉賣私樓 就說撻了訂更好 報導機內文看到了 六志居計劃之下的啟鑽丸的啟池閣 啟圖閣還有啟湖閣 在今月14日開始入伙 不過據悉啟鑽丸 自至至今已經錄得超過120宗撻訂的個案 由於六志居的買家 需要支付不少於樓價半成的訂金 如果以啟鑽丸當年的定價最便宜 都要117萬左右 二未撻訂的准賣家被沒收約59000元的訂金 六志居啟鑽丸 在2021年推出的時間 由於衛署港鐵鑽石山站的上蓋地段 被視為是六志居的樓王 引起申請者欠崩頭 有撻訂的業主接受星島頭條訪問的時間就說 香港樓市已死人走光看不到會再升上去 據指按照啟鑽丸成交紀錄 到今年2月20日 合共錄得約120個單位取消交易 佔出售的單位接近6% 由於過往一般的六志居居屋等 一般只有十多宗撻訂 今次啟鑽丸情況都算相對罕見 由於啟鑽丸選樓的時間 正值2021年樓市高峰期 然而在2021年至今 香港樓價累積下跌兩成 已經撻訂的陳女士一家三口 原本租住天水圍的兩房單位 她表示當初因為樓市升到興奮合 很多人都覺得現在不買就買不到 加上也抽中啟鑽丸啟圖國的一個中層單位 都不用300萬元 由於錄表資格 需要先給首期5% 即約15萬元 陳女士就說一家人覺得抽中 心情就好像中了六合彩 開心到睡不著 而且入場價可以負擔 交通有便利 所以選擇買入 不過隨著近年樓價不斷跌 太多港人離開了 移民 樓價下跌完全見不到底 她坦然心情已經跌入谷底 加上近日新盤不斷有 劈價促銷 令到她舉期不定 她就說就連家附近的Yoho West 即入場費都是三球幾夜左右 有得選我寧願買私佬 陳女士就說擔心樓價明年繼續下沉 現在香港樓市近乎跌跌 所以跟家人商議過後就說 覺得今次撻了定更好 她打算買私樓的新盤 博她的升值潛力高於居屋 她又說住在天水圍區 已經有超過20年 寧願之後選擇買入 新界私樓鄰近大灣區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六自居計劃的屋苑 入伙前夕這一刻 已經近120宗撻定 非常罕見 以往通常抽到居屋都很開心 現在就說那個撻定陸續有利 星島頭條問到撻定的業主 他們說寧願輸15萬 即是首期都不要那棟的居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私樓的價格和居屋都差不多 即是這個居屋 2021年都算是比較高峰的時間 現在其實樓市一蹶不振 就連居屋都受到影響 未知最終這個屋苑會有多少宗撻定 另外香港的旅遊業零售業都叫救命 據報港府要求增加內地旅客來港 有消息說中央是積極回應 估計會擴大自由行 來自NOW新聞台的報道 有消息說特區政府要求增加內地旅客的數目 獲得中央的積極回應 預料包括擴大自由行 目前全國有49個城市的居民 可以用個人遊的形式來到香港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早前就說過 首批大多都是內地一線城市 而內地其他二三線的城市 亦都對開放自由行來到香港感到歡迎 形容他們的潛力把握融忽視 正與內地商討怎樣增加城市的數目 同時會研究一簽多行的措施 希望能夠盡快落實 以上來自NOW新聞報導 有傳說中央是積極回應港府的要求 希望能夠增加內地旅客來港 現在首批大多數都是一線城市 其實還有其他二三線的城市 那些的旅客 都不容忽視 當然希望若果內地旅客來到香港 能夠製造消費 早點光顧 幫助本地零售業 相信沒有壞 最怕就是特種兵式旅遊 或者窮遊香港 較早前才有個議員說 歡迎 窮遊香港 來這裏坐下車 買粒糖都叫做消費 真的頭都痛 現在面對著這麼多零售生意 已經見到到谷底 不斷傳出不同的連鎖餐廳 要不就全線結業 要不就沒有薪 最新情況甚至乎有老闆 打算一口氣 就關閉倒閉五間餐廳 未知情況會否陸續有來 若然擴大自由行 能否及時拯救香港的餐飲和零售業 各界都拭目以待 另壁商也說說這件怪物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餐廳叫外賣竟然照收加一的服務費 香港人生氣 就說已經過了新年 還找人笨 報導的網民看到 外賣照收加一的服務費 繼有本地食股 在農曆新年收加三的服務費 遭到全城的非議過後 近日再有香港人怒斥 餐廳南收加一 不明白為何連叫外賣都要收取服務費 認為新年過後仍然在找笨 話說這位網友表示 自己在新浦江一間點心店買外賣 餐廳除了額外收取一元 是作盛裝外賣食品的膠盒費用之外 同時在額外收加一的服務費 令到他大感氣憤 另外亦有其他市民投訴同樣的問題 認為都沒有用到堂食的服務 不明白為何要付加一的服務費 鐵文印尼大批網友留言 有人直言 初一二三你加一我都還可以忍 不過到初八了 那天是初八 還要加的話真的要罵 認為是賺品 以上來自網媒講生活的報導 不知道各位網友各區餐廳的情況 這位網友就很勞氣 話說在餐廳叫外賣 原來餐廳一樣收加一 結果那個網友就把情況寫上網 有不少網友都相認有相似的情況 近期在香港這邊又有加三服務費 新年過後原來外賣都照收加一 究竟這個費用收得對還是不對 問問大家的意見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北角天降旅槍擊中客貨車 工人遭到玻璃剪傷手 送丸 報導的難民提到 昨晚約摩近10點 北角七姊妹到兆寶大廈對開 有旅槍意外從高處墮下 擊中停泊樓下的一部客貨車 客貨車車尾的槍損毀 玻璃碎片和鋁槍殘骸散落一地 現場消息說車內共有五人 其中一位工人是被玻璃剪傷的 舊護車接報到場後 將傷者送丸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也挺離譜 這隻鋁槍在高處墮下 當時扎中這輛車 車內有人 結果有工人 遭到玻璃剪傷 事件有待跟進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協調